就常常被說是一個 會讓人很好眠的人 你聽到聲音就覺得很好眠 上面為什麼要有勾勾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以前我當過老師吧 就常常在打勾 真的假的 Masaru Masaru 可以接Masaru 我通越來越暈了 耶 我學起來了 Spa Sari Spa Sariata Ginni Giang OK 謝謝 你自己回去 我們慢慢地學習 謝謝你自己回放 首先讓我們歡迎 以ZD專輯入圍 最佳原著名語歌手獎 最佳原著名語專輯獎 以及年度專輯獎 三大獎的 名字很特別的ZZ 韋琪 歡迎韋琪 歡迎你來 ZZ韋琪 那個Z怎麼介紹呢 該怎麼唸呢 只要叫我ZZ就可以了 ZZ 對 很只要這樣 如果那我們唸成ZZ呢 也可以 還是你會多少一點小不少 只是不好意思說 就是ZZ了 所以可以直接講ZZ就好了 對 但是它有沒有一個由來 為什麼會用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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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慵懶 對 很慵懶 上面為什麼要有勾勾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以前我當過老師吧 就常常在打勾 真的假的 就在上面 對 代表學生成績都很好 不是很多叉叉 就很多打叉叉 對 如果都是打叉 現在上面就是叉 對 都是叉叉 所以自己也算發明了 一個圖特性標誌的名字 那你當初聽到了 就是自己入圍的當下 你當下的心情怎麼樣 我那時候跟春麵樂隊的樂手 在練團 後來我們兩個練完團 就一起吃午餐 然後就打開手機 就看到有人傳訊息 跟我說你入圍了這樣子 然後他也入圍了 然後我們兩個就 我們都入圍了 對 一個入圍原住民語的專輯 一個入圍客家語的 然後我們就合照 然後互道恭喜 而且這段專輯 收錄了你自己個人 很多專屬的故事 其中還有講到舅舅 媽媽 有一首歌叫Vuvu的一天 然後這首歌就是在 講我外婆一天的生活 然後他就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然後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禱告 然後念聖經 然後再來就是他會去天理工作 他天理種的花生 種的玉米 種很多東西這樣子 然後生活非常非常簡樸 就是他非常非常愛我們 而且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他雖然在講在地的故事 可是呢 他卻用一種很微醺爵士感的音樂 來演繹這首歌嘛 這首歌叫小姐哪裡的 因為我的皮膚顏色比較淡一點 然後因為我媽媽是台灣主生 比膚色比較深 那我剛好就沒有遺傳到這個膚色 所以我每次回去部落的時候 我很容易被注意到 所以我常常會被問說 你哪裡的 或是開玩笑的時候 你哪裡的 小姐哪裡的 好可愛喔 然後我就會說我台北的 台北男生 可是因為其實你從小到大 都是在台北長大 可是你其實是屏東馬家鄉的排灣 所以第一張專輯 就是選擇用母語來創作 就是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因為我在台北出生長大 但是我的寒暑假 幾乎都是在部落度過 所以我對部落的一些生活 我對那邊的 我跟那邊的親戚家人 都關係非常緊密 雖然我們住非常非常遠 那會想要用族語也是因為 我對這個語言 這個聲音並不陌生 你這一次第一次入圍了 我覺得它是別具意義的 你有沒有想說 有什麼慶功的方式 我們家的話 應該就是 就是可能會殺出請客 真的會殺出嗎 我們家是這樣子 好想去參與喔 對 希望疫情已經趕快退散 然後你拿獎 然後希望我們就直接去這樣子 對啊 密那個豹姐說 那個自己入了得全部 對 我們就跟豹姐 豹姐有趣 我們就跟著她後面這樣 不… 對 那我自己也很想學 我得獎了 如果是以族語的話 我要怎麼學 台灣族語 中文是講我得獎了 對 那我們會把我得獎的後面 加一個金曲獎 就是會變成是 Sparriata 金曲獎 Sparriata 金曲獎 你學老公 我都沒有意識到 Sparriata 金曲獎 M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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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就是謝謝 謝謝 因為我們都很謙虛 台灣族都很謙虛 Masaru Masaru 可以接Masaru 我通常越來越暈了 我學起來了 Sparriata Sparriata 金曲獎 OK 謝謝 你自己回去 我們浪漫地學習 謝謝志祺維奇 希望你可以在金曲獎那天 可以講到這句話 謝謝 謝謝維奇 謝謝志祺 謝謝主持人